中文字幕提供 去年11月公布的《澳門特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中 未來五年文化體育將會是一加四重要發展方向之一 海亥成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也說 希望將澳門建設為體育之城 澳門星娛樂製作行政總裁魯結隆則說 近年在政府政策推動下 波企積極投放資源 現在每個月都有大型賽事 對體育產業發展有正面的幫助 他期望未來有更多相關人才配合行業的發展 有這麼多這些大型的體育城市 落湖到澳門 其實是促進了我們體育產業的發展 所以希望未來 我們有更多相關體育產業的人才 因為其實體育產業很大的板塊 當中涉及了很多專業的人士 包括專業的MC 可能專業的管理 專業的策劃團隊 包括宣傳等等 在體育相關範疇上 其實在澳門以往是一個叫做起步階段 所以在未來越來越多的大型體育城市 我希望能夠促進到這一方面的發展 也都可以引導一些人才 或者是培養到本地一些人才 可以是配合相關的工作 近年在政府政策推動之下 盧潔龍的性娛樂公司也足緊機遇 先後舉辦了大灣區三人籃球賽 澳門國際馬拉松等等的活動 他指 因此澳門不缺優秀品牌項目落湖 反而須從中選優 而如果要發展體育之城 對於舉辦場地的要求都是比較高 盧潔龍認為澳門的場地是遠遠不足夠的 他希望博企在選擇舉辦大型項目的同事 除了可以考慮聯同本地公司 承辦協辦賽事之外 亦可以大頭聯動本地中小微企 包括設計、宣傳等等的合作執行活動 令中小企也有生存的空間